他本身是一个情商比较低 可能是同学关系处理不是很好 他爱好那玩意 他爱好那玩意 以后他整的他的智商也低 第一个是这个问题 第二个是因为我这个年纪 父母都退了 我供他出去 你供你弟弟出去的 对 但是他现在可能在外面 接触一些不一样的思想 就经常会来怼我 我挺不爽 完了呢 我那边说 完了 他喜欢的这个东西 他就是绝对家里没有的 如果单冲这一点的话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我负责任告诉你 弟费了 我负责任告诉你 在美国碰这玩意的 任何行业的这种东西 他费了 可能是大环境的问题 然后主要是我怕他 感谢小的阅读会员 你怕啥 我有没有什么办法 就是让他尽量不要碰那些 就是思想方面无所谓 他爱是怎么想怎么想 但是我真的是 我害怕他会咽 骗他回国 给他一笔钱 然后那个嘎他一座头发 送去检查 关他半年 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飞 我只是很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在国内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 是对这个东西很重 不是他平时他都有啥活动 平时就是跟同学 他出去了我也不知道 但是每年的生活费 我大约是给他20万刀 20万刀生活费 不算学费 对 不算学费 分比不上 然后在那 然后在那房子也给他买了 哥 你不缺弟弟了吗 哥 要不你再整个弟弟 我当你三弟呢 我二弟也行 我给你 我给你看他呢 他说 因为我跟你年纪差不多 我就比你小一岁 我这个年纪了 这晚上不是按年纪算的 哥 你整着玩 整着 房子买了 一年给20万刀存生活费 不算学费 不算 你第一天都玩啥 你告诉我 就是我不知道 他也不跟我说 他现在还经常回来 卷我两句 他还得磕你两句 对 我叫你 我就断他 断他两 我都不故意断他 他会闲的时候 你说我这账户出问题了 得下周 你不急死他 他是家里的小弟弟 因为他跟我 真的是已经差好几代了 年纪上差好几代人了 这个也没办法 尤其是 父母 那还得是你有 那还得是你有 首先这么说 他在哪个州 下周 他在华盛顿 华盛顿州 华盛顿州 一个月花一万来块钱 家庭花两万块钱 咋花呀 那我就不太清楚他了 对象出了吗 没有 我看他那个 他是属于情商不高 情商不高跟出不出对象 管一下 跟美国 但凡一月有一万多点花钱 还有房子 那还缺什么对象 那可能就是上街了 上街了 这是我的意思 是不是给对象花了 如果他光光给对象花上 因为实际上 你要在美国 咱这么说 除非说一天 我除了购物欲控制不了 我就要买东西那种 正常一万多 我真这么跟你说 就是他要是有特殊爱好 说我必须出海钓鱼 我整艘船 我养了两艘船 或者怎么着 是有这可能性 如果正常花 没有点爱好的话 花不了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是不是打破坑 因为他在国内的时候 是属于那种工坑男 我觉得他也没有什么 太花钱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家里的老小弟弟 所以说不想因为出去以后 在这个钱上的 让他感觉到受制咒 所以说给他可能是稍微 你如果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只能剩一个可能性了 只有一个可能性了 你看看 你弟网名都用过啥 你知道吗 就是一顿一文字 我也不太清楚 我英语很差的 你弟有没有用过这个名 看见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不能了 那什么 我全服就他战斗力比我高了 那他不可能打游戏 他也不打游戏 他干啥呀 就是他只要是不做那种事 不爱好他自然 他怎么都行 他去玩 或者是想买东西 那个都无所谓的 就是他现在 我就是害怕他非夜的 其他都好 他搞得像什么 我们多给他点东西 不是 那你就没事 多跟他发发视频 看看他状态不就完了 你敢美国时间晚上点 你自己看嘛 我们现在沟通比较费劲 因为是他 我都说了 他有的时候在外面接触的多了以后 他回来就跟我一种 你现在问我是啥意思 我帮你猜一猜 我帮你猜一猜 还是你要我找人给你接触一下 有没有什么办法 有没有什么办法 就是说在这个根源上 去尽量降低 他这个可能性 或者是如果是极端的 就是你说的那种 举报 举报 没有不就没有了 有不就抓正着 你举报他就完了 或者是实在不行 或是等他过年回来 断供是最直觉的 我说实话 你一个给他五千块钱 他有房子够吃够喝的 如果是在那边的话 他就是正常上学 正常花费的话 我大概给他多少钱合适 五千块钱够吃够喝 就是房费不用考虑 学费不用考虑 够吃够喝的 而且还都是不错了 一天一百来块 一天一百来刀 大哥 那现实大哥过去据我 对你挣的挣不来五千刀 他花还咋 还撒花呀 对吧 我其实我告诉你 如果是我弟的话 我非常简单 我给他骗回国一趟 回来一趟 对吧 回来一趟 你就回来两礼拜都行 家里面 你妈过生儿了 你娘过生儿了 你回来一趟 我给买个机票 正好我这个里程数够了 买机票 回来直接捡错头发 直接送去 查一下子 有有 抓起来 来 给借了这放 不就完了吗 万一真有这种的话 那我就在摁住 在国内就摁住得了 你也安上这个了 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断他供了 你这现在 你上来直接把钱给人断了 哥 我现在我这 我那啥呢 我给这钓鱼呢 我现在买鱼竿了 对吧 你光给人断了 你又不是没这个实力 你是有这实力才给吗 你现在又真说 给的腰疼了 给不动了 那定说 对吧 你也不是给不了 那个不吃鱼 对吧 他那个是费方面 无所谓的 那时候哥 我买过 我给树林里买了个小屋 我跟朋友一起 给这搭建小屋呢 我这周买的挖掘机 下周买的那个啥 买的那个材料 我光光给这装修 丛林小屋 那不也挺好的吗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啊 对 要不你就 那个谁 Jacky Jacky说的没毛病 要不你就去陪他一个月 他能停了一个月不碰 那就是没问题 对吧 要不你去 要不你骗回来吧 我只能把他骗回来 我去的话 我 我们家里头 因为你这个代差嘛 这是很腻爱的那种 那你骗回来 骗回来 直接送你 剃头 剃头 货脑勺 剃麻将块这么大 剃块给剃秃的 完了 拿去人家检查去 半年之内 半年之内 他碰过都跑不了 最差的结果 如果真有这个事的话 对他的学业影响 会比较大吗 有啥影响 你除非你们不让去 美国那边的学生 都整这个 对吧 就是我听你说这个 我才害怕吗 那是人家的氛围 那是人家的氛围 你入乡随俗嘛 对吧 你上非洲不吃大饼啊 你上印度 你不吃嘎就活选病啊 那人家那地方就流行这个了 是吧 好的 谢谢 整回来吧 整回来 你自己的研究吧 来 来 下一位 来 来 来 我看看 谁是活 跟下面逛逛造次 怎么没有造次的呢 完他哥也不回来 俩人一起 爱和大自然 去 不是 这个东西吧 我跟你们说 客观点说啊 这个东西不是人人都会 人人都会去碰的 你跟你隔着呆呆呆 那么多年 他也有不碰的 明白吧 不是人人都会去碰 但是 真说你要碰上这个东西了 确实是挺 在那儿挺尴尬 挺尴尬 你实之无畏 稀之可惜 人生都那